如果IPT加LEN 那主要就是說 關鍵點就是在補零這件事情 補那個零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是 兩碼就是補一個零 對不對 一碼就補兩個零 那我怎麼知道要補幾個零呢 其實就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LEN 這個LEN回傳回來是多少 是二碼 那為什麼補一個零 因為三減掉二一碼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補兩個零 因為三減掉一等於二嘛 所以要轉個彎 就多一個什麼 用三來減它的長度 就會知道它應該要重複幾次 所以我剛剛要轉個彎 因為你不轉彎的話 你沒辦法做出要重複的總字數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第一個當然就直接優標放上面 優標先放在14的儲存格上面 按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09開頭 所以09 然後再串接喔 所以這邊就按 ships加7 串接 這個是串接符號 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儲存格 F4 在end什麼呢 end dash 所以你要一個dash符號 對不對 一個end串接一個dash符號 在end什麼呢 end就是說這個儲存格 不過這個儲存格呢 現在它是84 要補那個零 那要怎麼補零呢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講過喔 第一個 我們要補零的話 我們先把IP打上去 那我的習慣是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 在 這個地方 恐怕用自己打的會比較OK 所以我直接在G4前面有沒有 打一個IPT REPT 刮虎 刮虎後面做什麼事呢 他會問我說重複什麼 重複零 所以我告訴他 喔 我要重複零 第一個參數給他 第二個要重複幾次呢 3 減掉什麼呢 L E N 刮虎 那後面已經有G4了 或者你G4最後再選就好 再把G4包在裡面 有沒有 3 減掉G4 那就是他要重複幾個零對不對 那最後記得後刮虎 因為這個後刮虎是L E N 這個後刮虎是IPT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知道要重複幾個零 如果你按打勾的話 會出現 091 dash 零 後面插什麼 AND 再一個G4 因為剛剛是 這個G4是去抓到他的長度 然後再給他一個G4 按打勾 048 那084 那再來 H4 其實公式都一樣 Dash也一樣 所以 大家如果 你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把F4後面這個AND有沒有 把它複製 有沒有 然後再貼到後面來 貼上去對不對 把什麼呢 把H4改成 把G4改H4 把G4改H4 那不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 只差這個儲存格 其他都一樣 雖然打勾 就完了 有沒有 一個字 補兩個0 其他的話呢 點兩下 就完工了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做出來 如果用REPT加LEN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那其實你可以切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前面的區碼部分 到這裡 這邊是 到Dash 那後面這個地方是REPT 幾個0 三減到LEN 去算什麼呢 它這個有幾個字 把它減掉 這樣子的話就是要補幾個0 所以這邊比較難的是 要補幾個0這件事情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你會發現 光這個地方 複雜性的公式 其實光思考想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動作簡化 所以大家想出更好的方法 才可以幫助各位提高效率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不會 怎麼辦 俗法練鋼嗎